我们注意到日本媒体有报道说 日本政府现在在秘密地制定了一些 应对这个岛屿问题的一些方案 那么具体有哪些内容 给我们介绍一下 萧宇 是的 这个消息是今天星期四 日本共同通讯社披露出来的 那么这条消息说 这是日本防卫省有关人士透露的消息 实际上日本政府有这样一个担心 就是在这个一旦岛屿发生危机的时候 可能出现灰色地带或者说是灰色事态 这就是指日本警方难以应对 但是按照现行的日本法律 自卫队有不能出动的这样一种事态 为此呢 日本这个共同通讯社的报道说呢 这个日本政府在钓鱼岛 日本民间隔列岛国有化之前 就开始考虑 就秘密地考虑要制定一个应对方案 那么还有报道说呢 这个尽管上个星期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访问期间 曾经明确表示 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让日本政府完全放心 日本政府呢 打算制定新的法律来应对岛屿危机 那么就是说一旦面对了出现岛屿危机的时候呢 给自卫队更大的空间 日本政府有这样一个担心 假如中国以这个渔船遇难等借口呢 实行紧急登岛的情况下 那么日本警方呢 在逮捕这些登岛人员时 中国方面呢 以武力加以抵抗的时候呢 日本的自卫队是否能够出动 这是一个关键 为了这个问题 日本政府打算制定新的法律 但是报道同时也表示呢 日本政府呢 认为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呢 中国政府呢 也不会轻易采取登岛这样的特殊的行动 第三 好 谢谢小玉 这是美国之音VA卫视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在东京的连线 报道